燃燒多餘的卡路里 这是每个人最想要听到的一个效果 直接点出益生菌 可以在肠道形成保护膜 以及燃烧多余的卡路里 只要披着 就可以延缓老化预防疾病 或是强调披肩可以降低胆固醇 甚至防中风护心脏 行销公司在电视播送 夸大广告内容遭到裁罚 台北市卫生局统计109年 药妆罚环 专门代销保健食品的手洗公司 贩卖衣物医疗器材的 提卖策略行销公司 都是被裁罚的冠军 两家各罚176万 第三名则是卖化妆品的静恩公司 也有124万 其中手洗已经是连续两年 裁罚金额第一名 但是他相对的违规的案件数 跟金额都有往下降 代表在持续的辅导 跟裁罚的情况之下 业者在广告行为上是有所的改正 卫生局说手洗 已违反食安法最多 可以罚4到200万 重复违规金额 会以倍数的方式往上跳 所谓的查契 跟消费者保护的部分 当然是以所谓的社群网站的 难度会更高 109年违规广告 卫生局财罚806件 金额达到6480万 而且网络占多数 除了官网之外 社群媒体 脸书和Instagram等等 比例也越来越高 卫生局也提醒 千万别进行广告 就怕成为冤大头 给他直接要并换的保护新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